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带您关心 我国近期染疫的人数上升 民众对施打疫苗的激进性增加了 让原本呢 30万剂的疫苗库存 迅速的消耗 然而目前全台 大约只有1%的人接种疫苗 我们来看美国的总统拜登 17号在白宫他宣布了 接下来呢 会释出超过有2000万剂的 AZ疫苗给其他的国家 而我国的驻美代表 萧美琴 他受访的时候表示 他将会为台湾积极来争取 At the end of April We announced that We would provide another 60 million doses of our AstraZeneca vaccine oversea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hare at least 20 million of those doses that extra supply with other countries This means over the next six week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ll send 80 million doses overseas That represents 13% of the vaccine produced by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end of June 美国总统拜登17号宣布 将在释出2000万剂疫苗到海外 协助正在对抗疫情的国家 而这批疫苗是已经获得在美国 使用许可的疫苗 其中包括辉瑞 莫德纳和交生疫苗 世界疫情紧张 根据数据网站的统计 截至16号为止 全球至少接种过一种疫苗的人口总数 仅占9% 面对疫情迅速的扩张 各国积极争取疫苗的输入 台湾也不例外 我们商购了两批 就是莫德纳跟AstraZeneca 现在确实是有比较急迫的需求 那莫德纳的部分 也是本来预期是下个月 可以开始来送达 那我们也努力的来争取 一定要如期 务必要如期的到过 国内本土疫情激增 台湾可供接种的疫苗 已经出现短缺 而此时拜登宣布再加码2000万剂 美国渴望对全球释出 总共8000万剂的疫苗 台湾能不能积极争取到 也让民众相当期待 人间卫视综合报导